難道妳不是嗎 我 是 我也是 妳是吧 這就是固定星座 金流 獅子 天蠍水瓶 我跟你講外表整尊都好好的 但是裡面五內聚焚 妳只是看不出來 好恐怖 有時候別人看不出來也就算了 有時候固定星座 自己都看不出來 所以有一種情況 像秋風這種情況 也非常典型固定星座 因為我們怕耽誤別人 對 沒錯 我們怕耽誤別人 所以 我們今天不可以讓別人 為我們多等了一個小時 然後能夠準時的完工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會很不好意思 跟很有罪惡感 如果因為我而耽誤 所以你看他就會哭 然後就會因為這樣壓力爆表 所以固定星座的小孩 其實你很容易情緒勒索他 你知道嗎 所以千千萬萬不要 在他心裡種下這種陰影 因為他會當真 所以這個忍耐 就會變成他的壓力源 然後這個壓力很可能就會變成 你想要讓身體狀況 對 就會變成身體狀況 所以固定星座的人 你不要那麼低潮的一個好方法 其實真的是好方法 就是不要 我要聽媽媽的話 你好 媽媽也太heavy了 你要成為你自己 而不是成為別人期待的女 對 沒有錯 天秤座就是開創星座這一組 模樣巨蟹天秤摩羯 Nono也是 對 那開創星座的人 其實是非常需要安全感的 所以剛剛他有提到 小柔的狀況 非常非常典型的開創星座 包括他對家人的關心 他們很多事情他要照顧的 其實不是自己 對 他有很多的責任 對 他跟我們很怕對不起家人不一樣 他們是要照顧別人 而且規律對他們很重要 是的 所以你知道世界上什麼事情 是最有規律的 就是工作 我努力我就有收穫 對 因此他們經常是我們心目當中的 工作狂 這一組在我看來 很容易陷入低潮的負面情緒 容易在哪些地方 我告訴你這一組就是 這一組真的就是情緒化 你們的情緒問題只是說 安全感多一點就不會發作 不會發作還會變得很可愛 因為安全感很足 愛的人在身邊 然後覺得生活很美好 工作on schedule之類的 可是只要中間有一個落高了 很恐怖 他的負面情緒 就非常容易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一組的人的問題 就是 我們剛剛講 明明有情緒 你卻不讓他發作出來 然後通常會在什麼地方 發作出來 喝酒 喝醉是這一組人反差最大的 比如說喝醉了變得 從很嚴肅變得很可愛的也有 或從很正常變得很不正常的也有 或者是明明是一個溫和的人 喝完酒 開始砸東西的也有 因為他的隱性的那一面 壓抑很久的情緒就會爆發開來 對 所以如果會有人被視為酒品很差 通常是這一組 因為反差太大了 所以當我們看到一個開創新作 過度的投入工作 或者是他耗酒 你都知道他情緒出問題了 很可能他在某一種低潮 或不安全感當中 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真幸運 我們怎麼那麼醜用 我們還能撐 我們還能忍 我們還能完成任務 我們不能算神經比較大條 但我們真的比較健康 對 對 我必須說變動星座 你們真的 有很多複動的因子 很不正常 所以邱醫師為什麼會去學心理 我想應該也是知道自己問題很多吧 對 對 其實我覺得變動星座在我心目中是 非常敏感度高的一群人 是 你知道那個敏感度高 會使他們在人的社會中生活 是很辛苦的 會 當然我很高興他們兩個 是願意說出來的 你要搞清楚 我們在聽May的故事之前 你應該也看不出來 May是這樣子的狀況吧 因為變動星座是極度高傲的 就是那種自尊心極度的強 以至於他有一點像小柔說的 我要當個鋼鐵人 我不可以示弱 可是沒有 他們會騙自己 也就是說他腦袋響的 心裡感受到的 跟嘴巴講出來 跟他的表情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這一組人 這一組人在極度高傲的時候 他是可以自欺欺人的 但是如果他要面對現實 因為他要面對的話 就像伊井要去面對 你就整個人生就豁出去了 你就要沉浸在裡面 譬如說你要去搞清楚 自己的問題出來哪裡 直到那個情緒 對 你可能就要追溯到前世今生 你可能就要沉浸在 那一門學問裡面 你的人生 好像你就要走這條路了 好像有點像修行之路 可能就不能走正常人之路 所以你知道很多變動星座 不到最後關頭 他會選擇繼續的 寧可採米油鹽醬醋茶 寧可為金錢煩惱這樣子 然後就一定要到了那個局 是不得不然 譬如說債務大到一個程度 或者是憂鬱到一個程度 或者是人生難題大到一個程度 我覺得他們才會去選擇面對 不然你會看到很多變動星座 會跟你講很好 我沒問題 就是大條了 那就是大條了 這些字幕會不會是在這裡 不然你會是在這裡 就好看 那就是大條了 那就是大條了 有些人的心碎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會看到很多人的心碎 哪有些人的心碎 我們會看到很多人的心碎 我們會看到很多人的心碎 我們會看到很多人的心碎